美国慈祭人文学校陆续举办了新春活动 新泽西北部慈祭人文学校举办祈福感恩会 库普廷诺以及圣河西则是举办园游会 推广环保还有素食 你没看错 这里是美国 但出现了台湾古早味的小玩意儿 连传统民俗记忆华堂也首次在慈祭人文学校现身 画堂 我父亲就是在台湾是很传统的 Folk Art Artist 就是传统的民俗艺术家 我就是耳独目染 然后就会这些记忆这样子 那我本身是在学美术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融会贯通 圣河西慈祭人文学校新春园游会 两年办一次人人都期待 所有准备注重环保 搓搓乐的部分我们完全是用环保的概念 全部都是用纸盒 recycle的纸盒子 纸箱子 然后把它做出来的 然后里面就是塞一些小奖品 让孩子在传统游戏中享受乐趣的 还有库普提诺慈祭人文学校 有些家长从亲手准备退居成为孩子的后盾 到现在他们已经可以自己筹划 然后自己划海报 我们家长就退居幕后 帮忙准备一点东西 但很多食物都他们自己煮的 自己做的 所以意义也蛮大的 推广素食但与美食不抵触 咸的 甜的 各式风味 人人大快朵頤 世界地球村 许多华人乔居美国 每年农历春节仍然会相聚一节团圆之梦 新泽西北部慈祭人文学校 借着祈福感恩会 赠送象征祝福的福会红包 也带动全校师生和家长 为世界祈求平安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宫 美国综合报道